荣誉 大周天子最小的皇叔 权倾朝野的冷面摄政王 威震四方的兵马大元帅 极致的尊贵和强悍 人们只知他冷酷无情 却不知他宁可付出一切 也要庇护那个叫南希的女子 对他极致宠爱 百依百顺 可承向府敌女南希 却百般厌弃 更是帮着渣男贱女 利用偏爱算计荣誉 直到他被渣男贱女捅上一刀 王府火光冲天 失衡遍野 荣誉依旧护在他的身边 荣誉都替他挡下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南希才认清了他的一颗真心 才知道自己有多瞎 荣誉是我害了你 这么一个高贵强悍的人 若不是因为他 荣誉绝不可能是这样的下场 若有来世 如果上天垂帘 荣誉 我再也不算进去了 我必穷尽一生来赎罪 耳边突然传来好温柔又熟悉的声音 让他顿感脏腹顿痛 经脉寸断 直到耳边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弱 那种又要失去感 让南希猛地坐起身 则上冷汗层层 眼底尽是恐惧 做噩梦了 金贵清冷的声音响起 带着几分不燃烟火的气息 毫无预警地闯入南希的耳膜 南希正然转头 对上一双压抑着某种情感的淡漠同眸 荣誉 它真的存在 我这是重生了 南希脑子里一片空白 轻轻闭上眼 贪恋地深锈一口熟悉的气息 然后慢慢地睁开 眸光渐渐恢复清明 这么俊美出臣的脸 曾经的我却无数次想逃离 功勋和权势堆积的荣誉 是整个大洲无人敢提的尊贵 可就是一个这样极致尊贵又强悍的人 最后却死得那么惨 南希咬着牙关 心头又是一阵顿痛 都是因为我 本王的存在 当真让你如此难受 荣誉看着他苍白的脸 压抑的眼底 俊美清贵的脸上浮现一抹苦涩 闭了闭眼 他决绝地转身离去 荣誉 南希开口喊住了他 我有话跟你说 荣誉唇角紧紧铭起 有话要说 说什么 说 这辈子都不可能喜欢本王 说 只要还有一口气在 就绝对会想办法离开这里 还是说 宁愿死 也不愿意看到 本王这张倒胃口的脸 荣誉握紧了手 本王不想听 南希却强硬地表示 你必须听 你若是不听 我就写一封修书给你 荣誉脸色骤变回头 一双幽深的铜眸 犹如冷记多年的寒潭冰渊 南希一致床颜 伸出一双雪白玉卒 干净的眸子 锁着男人挺拔薛瘦的身影 我身子不太舒服 你帮我把袜子穿上 荣誉站着没动 因为不知道 他又在打什么主意 王爷 南希淡淡又开口 我脚冷 荣誉深深吸了口气 转身走到床前 一袭黑色支金袍浮衬的气势冷峻蒸然 这是一个在僵场上运筹帷幄 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战神 这是一个于庙堂上决策朝政 让满朝文武进阶臣服的王者 虽不是帝王 却比当今天子 更具帝王之气 可此时 他就这么安静地蹲在床前 低眉给南希穿上袜子 分明做着卑微伺候人的活 却没有丝毫不满 南希垂眸注视着荣誉完美金贵的侧颜 想不通自己以前 怎么就这么厌恶这张脸 明明生得如此精致俊美 像是一幅水墨画卷 南希鬼使神拆斑 喊了声荣誉 荣誉沉默抬头 盯着他漂亮红润的唇绊 等待着从这张脸红小嘴里 吐出怨恨嘲弄的言语 等着他日复一日地表达着对他的恨意 等着一颗已经千疮百孔的心 继续被刀锋般的言语凌迟 然而 伴随着一阵浅淡的心香萦绕 却是一张轻密精致的小脸 在眼前逐渐放大 荣誉铜锣微缩 尚未做出反应 唇半上忽然传来一阵微凉的触感 虽是蜻蜓点水 稍触即逝 他整个人却煞石将至如石雕 木然呆重 王爷身份尊贵 全是滔天 容貌也如此俊美 怎么就在我这颗歪脖子树上吊色呢 荣誉回神 不发一语地低头帮他穿鞋 显然没打算回答这个问题 王爷怎么不说话 荣誉抿着唇 你又在玩什么花样 觉得今天的南希 有点不太对劲 荣誉抬头看着她 你不是歪脖子树 南希好奇追问 那我是什么说 荣誉沉默片刻 刚想说话 就被护卫青羊打断 王爷 男二姑娘来了 听到那个心死毒辣 山风点火 来蛊惑南希逃走的人来了 荣誉的脸色一瞬间冷了下来 眉眼英智 周身气息冷酷肆虐 像极了地狱里来的死神 南希一听 那个虚情假意的妹妹来了 淡淡一笑 来得正好 荣誉抿唇 金贵俊美的脸上 笼罩着浓浓一层寒霜 不发一语地站起身 吹在身侧袍袖里的手 微微钻紧 南希却像是完全没看到似的 柔和地开口 王爷 你太高了 头低下来一点 荣誉转眸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没有一点动 南希叹了口气 主动点起脚尖 双手绕到她的脖梗或缓住 然后把她头往下压 抬头便稳住了她的唇 依然只是蜻蜓点水般地触碰 稍触及礼 南希展颜一笑 王爷的唇瓣好凉 不过我喜欢 说完镜子往外走去 荣誉像是被施了定身术一样 僵直地站着 凉久 才做梦似的 抬手轻抚着自己的唇瓣 心头泛起一阵汹涌澎湃的悸动 她是什么意思 荣誉的贴身是位青阳 此时正见鬼市地看着荣誉 南姑娘居然亲了主子 她这是受什么刺激了 王府花园里 南月满脸关切 姐姐脸色看起来好苍白 是不是摄政王虐待姐姐 亲叔哥哥让我带话给你 让你定要忍耐 千万莫与摄政王冲突 他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煞神 耳畔听着熟悉的声音 双眼望着这张前世今生都望不了的脸 南希一时之间 竟有种恍如隔世之般 煞神 真是讽刺 上一世便是听信了你这些鬼话 才合容欲弱的那个下场 还好意思叫我姐姐 我以前怎么会信了这套姐妹秦山 现在想来南月 不过是想利用我 好摆脱私生女身份进入相府 成为名正言顺的丞相女儿罢了 当初我被困王府 她和顾清叔以我的名头 在娘那里 骗取大鹅银两帮助 利用相府的人脉 让顾清叔平步清云 不知用我的身份 捞了多少好处 然后拿着我的钱 两人苟合在一起 当真是可悲可笑 一枪秦深 却换来狼心狗肺 姐妹秦深得到的只是恩将仇报 南月见她不说话 有些不解 姐姐 你怎么了 南希轻轻吸了口气 活着的感觉真好 活在知道一切真相 且惨是尚未发生之前的感觉更好 南希回神 目光落在眼前这个南月脸上 摄政王对我很好 我没受什么委屈 南月有些疑惑 以往每次都会说摄政王不好 今天居然说她很好 南月拔尖了声音 语气激动 她仗着身份 把你强卤进府 害得姐姐明节尽失 幸亏青叔哥哥爱姐姐至深 所以才不在乎失去明节的姐姐 这叫很好 南希平静地看着她 你激动什么 故青叔爱我至深 所以就算我失去明节 她也不在乎 南月心虚地点头 这当然不在乎 姐姐不相信摄政王 难道还不相信青叔哥哥吗 南希微微一笑 我当然信她 青叔让你带什么话给我 南月听她终于问到正题 换了一副真诚柔弱的模样 青叔哥哥的意思是 让我早点认祖归宗 以后好帮着姐姐 安排她的仕途 南希明白了 原来自己重生 在被荣誉强卤进府的一个月后 南月母女竟向府认祖归宗前 眼前这个名义上 是她妹妹的女子 其实是她那风流好色的父亲 养在外面的女人所生 连个庶女都算不上 前世南月和顾青叔 利用她的身份 得到了多少好处 南希几乎想直接捅了 这朵黑心白莲花 她压下冲动 唇角挑起一丝笑语 所以妹妹是有求于我 南月一愣 有些不太明白她的意思 什么叫有求于她 以往不是只要说一声 南希就会全盘答应她的要求吗 若非顾忌着南希 那个固执惹人厌的商户娘 哪里需要特意过来 征求她的同意 南月回神 皱眉打量着南希 这不都是为了青叔哥哥吗 她也想帮姐姐 可摄政王全是滔天 杀人不眨眼 只能小心绸缪 南希冷笑 果然是不放过任何一个 可以在她面前诋毁摄政王的机会 她以前也的确是蠢 被所谓的爱情蒙蔽了心智 以为南月所说的就是真的 久而久之 荣誉在她心里 就成了一个恶魔般的存在 然后一心帮着渣男贱女 害死了真心待她的荣誉 南希微微抬起自己 冰暗色的宽秀 平静地开口 既然是为了顾青叔 那妹妹为什么要害我 南月诧异地瞪大眼 随即委屈地辩解 姐姐这话从何说起 我何时害姐姐了 你可别信了摄政王的挑拨 是吗 南希手腕反转间 一把匕首出现在南月眼前 妹妹可认的这个 这不是青叔哥哥 送给姐姐防身用的吗 南希笑着贴近南月 谁说这是她送给我的 明明是妹妹带着匕首来刺杀我 花园一角 荣誉甄真的看着这一幕 身边的青娘不自觉地咬牙低咒 南姑娘果然是在跟主子演戏 真是个戏精 可恶又可恨 也不知道 主子怎么喜欢上这样的姑娘 还非她不可 这边南希手握着匕首 南月一惊 下意识后退 姐姐要干什么 南希弯唇轻笑 匕首划过自己手臂 疼痛袭来 她随即丢掉匕首 目光沉痛 且不敢置信地看向南月 妹妹想杀我 南月将在原地 震惊地无法反应 暗处全程偷看的青娘 顿时惊呆了 这是上演的哪出 姐妹俩相爱相杀 主子 青娘抬头看向荣誉 话未说完 眼前黑影一闪 她家主子已经消失在原地 南月刚回过神 还没来得及说话 忽然胸口一记剧痛传来 她整个人就被荣誉踹飞了出去 一口鲜血喷出 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荣誉立即回身 轻轻拉起南希的手 你怎么样 荣誉这股轻烈好闻的气息 还是那么令人安心 南希摇头 一点小伤罢了 王爷放心 快传辅一 荣誉冷声吩咐 直接紧紧抱着南希王 请殿方向激励而去 素来金贵淡漠的脸上 只剩下阴沉震怒 多少镇定从容在面对南希时 也常常被摧毁殆尽 南希抬起没受伤的右手 轻抚她贵气俊美的脸 我自己就懂点医术 包扎伤口 又不是什么多难的事情 不用教辅医 花园里目睹了整个过程的青阳 还呆呆地站着 南姑娘突然间中了什么血 这种一言难尽的白莲花计谋 偏偏主子 好像真就当自己眼瞎了一样 我需要静静 荣誉抱着南希走进内殿 把她放在床沿 伸手就要去解她的衣服 南希抬手制止了她 刚才在花园的事 王爷应该看到了 就不问问为什么 看到了又如何 本王只知道受伤的是你 其中的过程和事实 本王不想知道 他目光紧紧锁住 他流血的手臂 先处理伤口 南希却坚持 王爷先回答我的问题 我今天的态度 王爷就一点不感觉奇怪 荣誉顺着她的话 回答的确奇怪 那王爷为什么不问我原因 荣誉轻抚了抚她头 没什么要问的 你就是你 跟其他人都不一样 乖 先处理伤口 南希脸颊泛红 怎么跟红小孩子似的 前世今生 还是头一次 有人这么跟我说话 看荣誉真的着急于她的伤口 南希心软了不再坚持 请王爷把药箱拿过来吧 荣誉转身去拿药箱 南希靠着床头 语气闲适的跟她聊天 南越死了吗 没有 南希点点头 晃了晃手臂 脱衣服挺麻烦的 王爷帮我把袖子捡了吧 荣誉便在床前蹲跪下来 开始给南希捡袖子 南希近距离打量着她 越看越觉得这张盛世美颜待看得很 天下难寻 前世荣誉把一颗星都掏出来 放在了我的面前 我却没有珍惜 这一世 我不仅仅护着她的心 还要护着她的人 让所有算计我们的人 统统灰飞烟灭 想到这里 南希握住荣誉的手开口 王爷 我明天想回向府一趟 你同意吗 荣誉动作僵了僵 金贵禁欲的滋容 肉眼可见地阴沉了下来 南希平淡地说 王爷放心 我不是想用今天的示好 换取回去的机会 此次只是有些事要回去做 刚走进店里 就听到这句话的青阳 终于忍不住开口 南姑娘说来说去 不就是想逃离王府吗 主子掏心掏肺对你 你怎么一点都不领情呢 你真以为 那个顾清书 是什么好东西 你是瞎了眼才 放着珍珠选了鱼木 荣誉冷声呵斥 闭嘴 青阳恨恨地闭了嘴 脸上明显还带着几分不满 青阳说得对 南希淡笑 我以前就是眼瞎 才气了珍珠选鱼木 青阳一愣 狐疑地盯着南希看 她居然认同 我的话是对的 今日之前 南希在摄政王府 就是各种坐天坐地 一心想要逃离王府 可今日她再次醒来后 会主动亲吻摄政王 会好言好语 展颜一笑 更是自伤手臂 嫁祸白莲花妹妹 像是看清南越真面目 不再来往一般 青阳本以为这南姑娘 终于是被主子感动了 不料却听到南希说 要回相府 她当场就不干了 果然 故意用匕首刺杀自己 使苦肉计 让主子心软 南姑娘 你真是瞎了眼才 放着珍珠不选 选鱼木 却没想到 这次南希不仅不反驳 居然认同了她的说法 青阳第一反应 南姑娘今天是中邪了吧 还是不解地问 南姑娘都这么说了 那为什么还着急回去 南希倾笑着解释 王爷应该知道 我娘是个商户女 身份比不上名门权贵 但家底应是 我那个风流好色的父亲 当年是个穷小子 靠着我娘的全心付出 十年就坐上了丞相之位 荣誉没有说话 她知道确实如此 男行智能权贵中混得风生水起 能在皇子夺嫡斗争中 全力支持这位新帝 归根结底 是靠妻子庞大的财富支持 我爹现在出人头地了 一国丞相 他早已忘记 当初一穷二白时 对我娘的承诺 忘记了我娘的情深义重 处处嫌弃我娘是个 充满同臭味的商户女 嫌弃我娘配不上她的身份 美貌切实不断抬进府 连养在外面的母女 都想登堂入室 青阳撇撇嘴 丞相大人真是个渣渣 忘恩负义 薄情寡义 狼心狗肺 我鄙视她 南希淡笑 所以我要回去 不能让我娘被欺负了不是 青阳下意识点头 男姑娘说得对 不能让坏女人登堂入室 随即一领 立马大声反驳 啊 不对 你回去了 我家王爷怎么办 南希垂眸 看向不发一语 小心翼翼为她包扎的荣誉 金贵俊美的荣誉 此时紧敏的唇半 一眼就看出她阴郁的心情 像是受了什么委屈似的 南希晃了晃 被荣誉绑成蝴蝶结的手腕 柔身开口 我住在相府东院的锦兰院 王爷若是想见我 随时可以去找我 南姑娘居然不再厌恶躲避主子 青阳又惊又喜 南姑娘这意思是 让我家主子夜叹相归 当采花贼 话音刚落 就对上荣誉头过去的冷眼 青阳脖子一缩 乖乖闭上嘴 退了出去 南希转眸瞥了一眼自己的手臂 荣誉虽是尊贵的王爷 却也是领过兵上过战场的主帅 征战沙场难免受伤 所以处理伤口的手艺还挺好的 他又慢条思理地说 现在我住在王府 也名不正言不顺 与王爷不好 与我明节也不利 等我处理好家里的事情 王爷若是愿意 可以去相府提亲 荣誉一阵 墨地抬头看着南希 像是在探究她话里的真实性 站在屏风外的青阳 也是精神一阵 提亲 南希姑娘果然是受了刺激 不行不行 惊喜来得太突然 只怕有诈 我得保持冷静 南希姑娘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她不会是故意好话哄着主子 然后想什么计策对付主子吧 如果真是这样 那就太可恶了 王爷要言有言 要权有权 我没道理放着王爷不喜欢 而去重复我娘的悲剧 南希此时只想让荣誉放心 所以说的话格外真诚 是她醒来之后 真正发自内心的感受 之前她都是坐天坐地 现在醒悟过来 想让荣誉也放下心房 相信她不是在想法逃走 事实上 这一点却使南希多虑了 荣誉对她的要求 向来言听计从 除了从王府离开 只是以前 南希从不屑于 对她提出什么要求 唯一的坚持就是逃离摄政王府 而这一点 偏偏又是荣誉所不允许的 此时她主动放下身段开口 对荣誉来说 已然是一个惊喜 预示着两人美好的开端 不管她说的话 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还是打的什么别的主意 荣誉都不会拒绝她 青阳忍不住又开口 对了 主子 那男二姑娘该怎么处理 要送回相府吗 荣誉淡笑 送回相府干什么 她又不住相府 那送去哪里 青阳自个儿嘀咕 若留在王府 还得派个人照顾 南希突然插了句 她伤之如何 青阳想了想 主子那一脚的威力 足以让一个七尺大汉 瞬间隔屁 好在最后收了七分力道 大概也就是断手断脚吧 可能会伤惨 想起以前她姐妹的关系 担心南希不高兴 连忙开口解释 不过这也不能怪主子 主子看到姑娘受了伤 一时心急才 南希打断了她 微微一笑 我知道 既然她受了伤 就暂时送去顾青叔的府上吧 送去顾府 青阳有些无法理解 南希这个决定 南希舒展了一下胳膊 缓缓到不错 帝都所有人都知道 我和新晋状元顾青叔 两情相怨 本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却在一个月前 被摄政王强行 带进了王府 以至于顾青叔一派的世家 都在说 王爷全亲朝野 目无王法 更有留言说 我入王府后 早已清白不保 顾青叔借此宣称 不在乎我的名节 此生非我不娶 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痴情真君子 若在此时 把南希送去顾府 青阳两眼放光 觉得这 真是一个绝顶好主意 尤其南越 是在背负着 刺杀南希姑娘的罪名之后 被送去顾府 青阳想一想 都觉得格外有意思 此事交给属下去办 不过 到顾府后 该怎么说呢 南希不疾不虚地开口 肇实了说 顾青叔嘴上 对南希深情不悔 私底下 却嫌弃南希明节不保 恨不得立即断绝 跟南希的关系 却又碍于痴情君子的名声 不敢悔诺 所以便让南越刺杀南希 青阳听得目瞪口呆 她原以为自己可以添油加醋 发挥一番 可她发现 即便自己添油加醋之后的剧情发展 也没有南希这番话 来得更有戏剧性 荣誉在一旁默不作声 眼神探究地看着南希 她居然是想嫁祸顾青叔 今天的南希 还真有些琢磨不透 上一世 南希一枪真情对待顾青叔 结果换来的 却是榨干利用和她的命 这一世 她又主动出击 连本带利地讨回来 刚刚收拾了白莲花妹妹 南希让青阳把南越送到顾青叔那里 并散布谣言 说是顾青叔嘴上深情不悔 私下嫌弃不已 碍于名声不敢悔诺 便让南越来刺杀南希 青阳犹豫不定 这样说出去 只怕没人相信 顾青叔再蠢 也不可能直接给南越匕首 来王府杀人啊 南希没再多解释 让青阳照她的话 去说就行 青阳还是觉得不靠谱 看了眼她家主子 荣誉只说了 两个字照做 青阳立即出门去办 反正主子都让赵做了 她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早就看那个伪君子顾青叔不顺眼了 夜幕降临 南希靠在浴桶里 整理起脑海中的思绪 收拾了白莲花妹妹 该轮到你了 顾青叔 南希不由地想起上一世 自己到底是有多愚蠢 到底是对顾青叔用情多深 才能让她那么算计 那年 南希才十四岁 正是情窦初开始 喜欢上了少年才子顾青叔 而顾青叔 当时是三皇子戎楚云的幕僚 两人在一起时 顾青叔不断给南希灌输 摄政王权亲朝野 残忍暴虑 皇权落他手 百姓必是水深火热 而三皇子心怀天下 从夺敌中胜出 定能国泰民安 只是可惜财力窘迫 希望南希能说服她娘亲 权力支持 那时的南希天真的以为 顾青叔真的心怀天下 自然义不容辞的权力帮助 顾青叔给南希画了的大饼 保证日后功成名就 并不负她 就这样 顾青叔利用南希娘亲 丰厚财力 扶持了三皇子上位 成了开国大功臣 荣宠加深 风光无限 三皇子登基后 便设计除掉摄政王 正好那时南希被荣誉强弩禁服 顾青叔便让南希去联系南希 做他们的内应 套取摄政王府的情报 在南希的帮忙下 摄政王府沦落问中之鳖 他也失去了利用价值 顾青叔便露出了真面目 让南希出手除掉南希 说她是残花败流 配不上自己 南希永远都忘不了 摄政王府通天火焰 南希的匕首 毫不留情地扎在她的胸口 关键时刻 那个浑身是血的摄政王 飞升而来 像是从天而降的神奇 一脚踹飞了南希 把南希牢牢地护在了怀里 南希清晰地听到 被踹进大火中的南希 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却无暇顾及了 愣愣看着 荣誉那张素来金贵优雅的脸 被鲜血染成红色 她自己都已经筋疲力竭 却毅然牢牢地 把自己护在了怀里 那一刻 南希才意识到 自己有多愚蠢 意识到荣誉的真心 意识到荣誉的结局 完全是她一手造成的 她进入摄政王府一年多 一直对荣誉仇恃恨 从未跟她靠得如此之近 没想到在生命最后一刻 反而能安安心心地 待在她的怀里 被她庇护 如果不是她的算计 那阴险的皇帝 又怎会是荣誉的对手 手握兵权的荣誉 又怎会落到这般境地 眼泪落入玉桶 窗外一缕清风附近 南希瞬间惊醒 真是个不美好的回忆 南希很庆幸 眼下许多悲剧尚未发生 心地也语意未封 这一世顾清叔和皇帝 别想再算计荣誉 南希跨出玉桶 穿上柔软宽松的请袍 视角走到同镜前 看着镜中倒映出一张 少女轻力精致的容颜 十六岁 最好的年华 至于顾清叔的仕途 还是就此终结了吧 她那种人 就只配做下人 侍女突然一声惊呼 姑娘怎么不穿鞋子 万一受了风寒怎么办 南希正要说话 一身墨色长袍的荣誉 走了进来 脸颊不由自主地红了红 侍女识趣地退了出去 荣誉急不走上前 把南希抱了起来 南希转头看她 王爷 我不冷 我们还没有成亲 你还不能写修书 若是想写修书给本王 须得成了亲才可以 南希微愣 这才想起 早上自己刚醒来时 跟她说的那句话 她反射弧这么长 到了晚上才反应过来 修书是夫妻之间才能写 摄政王荣誉 对南希的宠爱 可谓到了极致 就连她在房间赤足 都能让荣誉紧张万分 重活一世 南希也终于开始欣赏起荣誉 早上刚醒时说的那句话 荣誉现在才反应过来 修书是夫妻之间才能写的 还有点可爱 她笑了起来 荣誉 你喜欢我 南希心里很清楚 若不是喜欢 前世怎么可能由着她算计 她堂堂摄政王 想要什么样的女子得不到 非得使用强硬手段 把她困在王府 最后还因为她 而落了个凄惨结局 荣誉沉默地抱着她 走进那店 轻轻地恩了一声 南希好奇地追问 为什么 我除了一张脸还能看 就没什么过人之处了 你看上我哪一点 荣誉轻轻把她放在床上 娴熟地为她盖上被子 回到你很好 听起来像是敷衍的两个字 却带给了南希莫名的悸动 重活一世 她学会了用心去感受 荣誉是个不善于花言巧语的人 她说得你很好 比起顾清书的诗词 要真诚得多 至少 她是个宁愿让箭矢 射入自己身体里 也要护她安好的 折腾了一天 又是大梦初醒 南希躺在床上 很快被困倦淹没 只是临睡之前 心头模模糊糊浮现一个疑惑 荣誉是何时开始喜欢自己的 以后有机会 一定要问问 看着南希没有再赶她离开 有她在身边 也能安心熟睡 荣誉满心欢喜 只要她开心她好 自己怎样都行 次日一大早 青阳便把昏迷的南月 送到顾府顾清书手上 故意引起百姓观望 按照南希的交代 一字不落地宣扬了出去 并且冷冷地朝顾清书问罪 我家王爷雷霆大怒 此事还请顾公子 给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 丢下这句话 青阳转身就走 果然引起了一阵骚动 这顾公子自诩痴情君子 没想到 私下却是这般模样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顾清书心头大惊 让人关了府门 把南月交给仆人 让找大夫过来 给南月整治 从他嘴里问出事情 顾清书也在琢磨 南月刺杀南希 而摄政王专程派人 把南月送到自己府上 难道是知道了 我和南月的关系 不应该啊 这恐怕是挑拨离间之计 留言很快就会传开 我得快些去相府解释清楚 而这边摄政王府 荣誉为南希准备了豪华软校 还有一众部位丫鬟 随他回相府 房间里 荣誉正低头 替南希挤腰带 眸光落在南希被宽秀遮掩的手臂上 你的手伤还没好 不能等伤好了再回去吗 南希抬眸望着他 美得近乎妖孽式的容颜 微微一笑 就是带伤回去 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荣誉便沉默了 南希突然伸手抱住荣誉的腰 嗅着他身上轻裂干净的气息 我不会离王爷而去的 这一声 南希生是你的人 死是你的 荣誉立马打断他 不许胡说 抬手抵住南希的唇 谁敢伤害你 本王让他生不如死 南希恩了一声 心里也在默念 谁敢伤害你 我也让他生不如死 苍天给了我一次重生的机会 不就是为了替前世的我们 讨回一个公道吗 随后 在荣誉亲自护送下 走出摄政王府大门 南希看着眼前这阵仗 嘟囔了一句 随时的人数 会不会太多了些 荣誉侧侧头看着南希 问你不喜欢 他们可以保护你 南希明白荣誉的心意 现在还不想那么高调 叹了口气 没有不喜欢 就是人太多了 娶一般好吗 侍女两个 互为八个 荣誉沉默片刻点头 听你的 没一会儿便到了相府 由着贴身侍女迎月和迎双参 扶下了马车 相府大门外的守卫 看见她从马车上下来 满脸的不可置信 大小见 小人即刻去离报相爷 顾公子也在 实在没料到被摄政王困在府中的大小姐会突然回来 说话都语无伦次的 南希停在门前淡淡一笑 顾亲叔也在 相府守卫连忙回应室就在松鹤院 南希服了服一袖 抬不往里走 不用禀报了 我自己进去吧 也好给爹娘一个惊喜 守卫文言立马让开路 大小姐慢走 对于相府中人来说 她不过才离开相府一个多月而已 而对她自己而言 却已是前世今生的漫长经历 顾亲说 你前世对我的所作所为 我会一点一点全部还给你 南希静自往松鹤院的方向而去